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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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對於我來說 它有一個快樂和幸福的象徵來 覺得貓很像我 每一次做牠們出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神奇 現在我的東西 將我得不到的玩具全部變大了 Hello,我叫Gino Nagel 我本身是讀市裝設計出身的 是做紙壺工藝和紙窄的 已經做了十年了 Gino's creations are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Japanese paper craft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Chinese artisans have mounted paper on delicate bamboo frames to create lanterns for celebrations and as offerings for the dead These paper objects were a big part of Gino's childhood in Hong Kong 我小時候 中生節的時候 都很漂亮 燈籠都掛在那裡 我很喜歡去看 當然近年沒有 變成是吹氣的燈籠 其實都十年前的事 我當時在日本買了一隻福犬 之後有個同事生了兒子 我送了皮 然後人就緊緊於懷 有一天就坐在公司吃完飯 看著報紙 然後又很生氣 然後就捏了一隻出來 You are always gonna be my love 當時很想去 真的找個師傅去學 在香港 但是很多都七十多歲 退休了 結果我去哪裡找呢 因為我都是上日文網 紮紮的時候的心境是 你真的會很投入 你好像去了一個打格仔的世界 你會將它變成好像 蜘蛛合著了一套衣服 上身之後會怎樣 這個狗… 我做了多少 做了兩個月 其實穿著牠的時候 其實很神奇 香港的概念就是 有機位的 你看到一拿竹紮 紮紮 就覺得是燒給先人的東西 因為我是從日本那邊學回來 他們沒有什麼去燒給人的概念 全部都是 你喜慶節日用 第一天開始 我接觸的東西 我已經有一個是玩的概念 穿上身玩 漂亮、有趣 玩具的概念 所以就沒有了那股死人錘 捉紮可否繼續下去呢 一定可以 但做到什麼程度 我不知道 現在是難的 正在做這些事情 你可能一會兒又要去跑山 也是這樣 我想我更加想去 緩醒人 即我們的生活 其實 我們的下一代 你想去怎樣 是不是一定要 全部都是一些 很電視的東西 其實它是可以很硬正的 又油印 有時候它挺像人 即是像我們 即是我們 即是我們以為很容易 一些很柔弱的人 其實可能是很堅強 你是拍不斷 即是我可以用這樣一比喻去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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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